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正生教授 严老师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川普现在真的上次你来我们节目讲了之后 就陷入了被弹劾的政治风暴里头了 然后还越演越烈 当时就是因为被爆出来 就是说有爆料的人出来讲说 川普竟然打电话给乌克兰的喜剧演员总统 然后就是说要调查他的政治的对手 拜登的儿子 在乌克兰是不是有做一些生意 有一些什么不当的一些状况 他是一个石油公司 一个理事 董事 然后川普居然要乌克兰的总统 协助他进行这个调查 等于是说提供他资料来打击他的政敌 就对了 但不能说是协助调查已经结束没事 他要重启 希望他能够重启 对对对对 然后呢 所以说调查没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OK 那这个川普就不甘愿 对 觉得说不行这样子 他神经病啊 他 不是他现在就是希望就是在选举之前 把最有可能打牌他的对手先打趴嘛 所以他每一个人他都都都预备了一套剧本啊 我们相信啊 就譬如说像华伦 华伦他就是说你当初根本没有这个印第安人的血统 你为什么要冒充说有 那华伦 冒充美国原住民 对 那华伦后来才发现他真的是没有 他做了DNA 但是呢 他因为他从小在奥哥拉罗马长大 那有很多 他就家里头传说有 他就以为他有 那可能也因为有原住民血统 让他在读书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说 有些优惠或干嘛的 对对对 所以他每一个人他都有预备一套剧本了 希望能够吧 那拜登的话就是 大概是最能够抢他所有的票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讲说 最能抢川普票 川普特别是白领 蓝领阶级 白人的劳工啊这些 那他这个 川普就要用这个来打他 那我们上一次那个 比如说桑德斯那个 他就是用一个美国人最怕的社会主义 说他这个根本是一个 共产党 共产党 就是这样子大概 所以他每个人都有一套剧本 那拜登大概只能用这一套 所以呢 川普呢 其实早就开始在准备他的选战了 对 然后呢 他每一个潜在的对手 他都要想出一套撕毁他人格的一个方法 或攻击他的这个道德性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呢他就针对这个拜登呢 就找到他的软肋 就是说他的儿子去乌克兰做生意这件事 那么可是呢 他却运用了他不当的运用了他总统的权力 去对乌克兰的总统施压 应该是这个是弹劾的理由啦 那所以就开始发动了弹劾 而这次的弹劾呢 为什么对川普的压力会形成这么实质的压力 哦 因为这个确实是他自己先承认的 嗯 就是第一个是有一个吹哨者出来 对 就是爆料的 爆料说有这样的事情 就他大概还不以为意 说有这回确实有 然后他他还主动公布啊 他们白宫记录的谈话内容 他觉得不怎么样 就没想到一公布出来 大家都觉得有没有 那这个还不是啊 逐字稿真正的录音档 这只是当时白宫的这些小秘书 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 就写下来说 他们的一个笔记一样的 那他都认为没事 就那当然如果是整个的通话出来 我想还会有些不一样 他太不以为意 他认为说 他说我这个上面没有直接对价 但是有啊 因为他有说 跟这个新任总统上来说 那你美国的这个援助啊 这个军援军事援助 他就扣在那里嘛 不给你 如果你不调查的话 所以他还有提出这种威胁利诱 对 但是他不是说我没有直接说到这个 所以他的他现在的理由就是说没有这个quip or crow 就是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 他没有讲出来啦 就是你做这个我才怎么样 他没有这么直接的讲 那乌克兰的总统斯兰斯基 这个喜剧演员出身的 当然他也否认 他说我没有压力啊 他就说那他说可是这是之前的事情啊 乌克兰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候啊 也完全没有提这个事 川普去演讲也没有提 但他们两个人坐下来谈过一次 那在坐下来谈的时候 川普就当面问他 我有给你压力吗 他没有啊 反正就要演一场戏啊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看过来 就是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就是你过去啊 俄罗斯通俄门的时候 对 川普还不是总统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川普只是在竞选的时候喊 对话说 喊到俄罗斯 他说我希望你听好了 他如果你手中有这个希拉蕊的这个电邮 请你们公布 他说我可以说我只是在拆 喊话 我喊话而已 可这次不是啊 这次你是总统啊 而且这个案子啊 拜登的时期 他说他说拜登不当施压当地的检察官 所以就没有进行调查 其实不是 就是说拜登确实有事啊 检察官 但是这个拜登的施压是来自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结果 哦 是 就是说欧巴马政府啊 他们的国安团队 然后也是欧盟要的 就是认为这个检察官打击贪腐不利 所以要换掉他 而不是说啊 他 而不是说叫他放过他 叫他放护航不一样 完全不是这回事 是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所以啊 但是川普也知道美国人头脑比较不会想那么多 谁搞得清楚啊 谁搞得清楚 所以他这样子打一下 觉得说可以打到 反正到时候就是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他用这一招 那所以这个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是总统 然后你要去调查 然后呢 你还用你的这个个人的律师 就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妮 就朱利安妮现在变成他的律师了 朱利安妮现在变成一个小丑 说老实话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这些人 奇怪哦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纽约市长 他纽约市长很成功 对不对 911处理多漂亮啊 如果那个时候挂掉的话 那时候大家就要选总统 对 他有选 2008年的时候有选 可是后来就发现说 他前面两个 他认为不是他的州 他没有选 就再到第三个州的时候来不及了 而且他们那时候还希望他延任 对对对 他所以说你看 就是政治人物 结果他现在 他是跟川普有私交吗 不知道 他可能在纽约市长境内 任内他们有互动的 有互动一定有点私交 但他现在做他的打手 然后又做的不好 常常乱讲话 真的啊 常常在电视上讲错话 老了吗 他之前讲的话 30秒钟之后又否认了 就会拿就拨给他看 他说我没这么说 他说你30秒之前才这么说 所以就很糟糕了 那他现在还找这个 朱利安尼 当他的律师 当他的辩护律师 当他辩护律师 然后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面 派他去查 然后请国务院协助 协助他的私人律师来调查这个事情 怎么可以呢 然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一个女的可能是 我们讲说是那种 就是职业外交官 配合度不高 被川普提前把他叫 换掉 所以就是你有很多的 非常的夸张 这怎么美国怎么可能忍受这种行为 然后现在这一次又发现说 最新的发现是 庞佩奥国务卿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国务卿也在场 就是你国务卿 应该是 你说川普在跟乌克兰通电话的时候 国务卿也在 国务卿是要保护 你的这个职业外交官 结果也好像没有办法 然后还配合 让这个 就是说 他说我的这个川普就跟他讲 跟这个乌克兰说 我的律师 这是通话里头讲的 我的律师朱利安尼会跟你联络 然后我的这个 还有就讲说 我的这个司法部长巴尔 也会跟 巴尔也是 你说对方电话是谁 是乌克兰总统 OK 好 那你还可以说他会跟你们联络 这个状况就是说 你这个不算是 那可是川普 大家就说你这个是叛国吗 Tresor 川普说不是 他说那个吹哨的人才叫叛国 然后他说 他真的很会熬 对他很会熬 然后他说 就像美国每一个被指控人 我要求面对指控我的人 那吹哨者一定要保密 所以到底是谁呢 爆料的人 现在不知道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那因为 可是他爆料的既然是美国人 应该是在白宫里面 还不一定 不是大概是白宫里头的人露出去了 这个人知道 那然后他们过去所有很多的通话记录 特别是跟普丁的什么 全部现在已经都把它变成奇机密 也看不到了 不可以让你听到 不让外面的人看了 那不然这还得了 那就说这个很糟 所以川普现在有很多为所欲为 川普要修宪 把那个美国总统的任期一直无限延长 不然他一卸任就完蛋了 不是说卸任 现在有可能就会被 现在弹劾大概是一定的 但是会不会通过 当然不一定 但他也很 川普也是个老狐狸 他在这个整个事情当中 因为有些人想说你被弹劾 就弹劾 那我们换彭斯不是也很好 彭斯而且还是一个比较保守 而且整个私人道德都没有问题 比较正常 川普就他说彭斯也知道 就把他也拉下马 这就像当年两颗子弹一样 就是陈水扁为什么要找李秀莲当副总统 因为大家太怕陈水扁下来 找李秀莲上去 他没有 川普是怕别人会愿意彭斯上去 所以把彭斯拉下来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高明 他自体怕 不是外面的人怕 我知道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整个出来 那川普就认为说 这个人才是判乱罪 爆料的人才有判断 然后他要求要面对 这个其实不符合吹哨者原则 他真的是很会 他很会摆 然后他现在还引用一个 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讲的 他说如果今天川普被弹劾 就是美国开始要打内战 就是要怎样 他的军事政变吗 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在分裂美国吗 我就不懂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做美国要内战 不是意思说你今天民主党竟然用一个宪法的程序 把它给拉下来 这么受欢迎 被他们这么伟大的总统就被拉下来 那当美国当然会就是撕裂了 就会打内战 结果现在又有哈佛大学的教授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这个在军事单位带过的人出来讲说 他说其实川普这一句话也构成该被弹劾 为什么他现在是在煽动 对啊威胁内战 威胁内战 山洞山洞 这个sedition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川普就是说他每天晚上三四点钟开始发这个推特以后 然后就越发越多 然后就证据就越来越多 反而越来越多 他为什么要自己发这么多推特 然后让大家来看这么多的证据 但他问题是他就是不断的模糊焦点 不断的模糊焦点 我觉得就是 那你讨厌他的人就觉得越来越对他越不利 那支持他的人就路来路灰 没有可是我认为 就是他还在有点节制 就是他这一招就越来越少人会相信 越来越失效 越来越失效 就有点我们讲说弹性疲乏了 或者说就你用了太多 老是出这种包啊 对不对 而且现在你刚才 而且这包也太大了 开头一头讲 他也对澳洲施压 对就说 然后他还打电话给澳洲 为什么跟澳洲有关系呢 因为澳洲总理一开头就认为 在2016年的选举 就是认为说俄罗斯有介入 所以他现在要再去请去调查 通俄门 通俄门里头 他认为穆勒的报告对他不好 他要翻盘 要靠澳洲这边来翻盘 所以澳洲这个是跟乌克兰无关的 是另外一个 通俄门跟穆勒的报告有关 就是说川普对于穆勒的报告不满意 对 然后要澳洲 要施压叫澳洲要改 不是叫澳洲去查清楚 就是你们最先有资讯嘛 然后这个 来源是从他们那边出来的 他们要配合就对了 对也是一个施压了 那而且这两个事情发生在 差不多前后一个礼拜 那澳洲川普都在忙这个就对了 很忙耶他 那他这个澳洲这个为什么又会被爆出来呢 我觉得川普现在要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压下来很难 很难了 因为他第一个 他又不是很保护他的这个工 帮他工作的人 幕僚 这些人多少人被离开 被请辞 被推特半夜给推掉 离心离德 离心离德嘛 那这样他最后越来越少 只剩家里头的人了 只剩家人比较愿意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他现在最大问题 那这也很严重 他没有人可以信任 你看包括这个国安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波特 对不对 才被他推掉 不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他现在在那个CSIS的演讲当中 就说金正恩不会继续发展核武 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政策 就是他认为是对 他没有批评川普很厉害 他只是觉得这个政策 就是你把金正恩当做你的小老弟 那这样子觉得说 完全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也让大家看破手脚 就是说你的政策有问题 然后你的私德 然后你滥用政府的工具 国务院怎么被变成帮你来配合 你的司法部长 之前那个司法部长 被他天天骂天天丑话 因为为什么 当初穆勒报告的穆勒调查的时候 他说我不管 他说因为我要这个司法部长 我要总理 结果被川普骂得很惨 那他一直忍住 一直忍住 好好的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参议员辞掉了 那然后做你的 然后你现在把他这样羞辱到这个 就现在用的这个巴尔 这个司法部长 真的叫做没有骨头 因为穆勒报告一出来的时候 他还花事业 做个摘要说 其实没什么 那后来他那个穆勒都说 你的摘要没有充分反映我的报告的精神 所以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 在帮川普做 所以越做就是那个 你又发现这些 包括朱利安尼这些 就是那个品位越来越差 那朱利安尼也很奇怪 朱利安尼真的 我不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 你是政治人物 像包括我们以前过去 还蛮欣赏的这个南卡罗兰亚州的这个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以前是跟这个McCain John McCain 马坎是非常好 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很好 结果马坎走了以后川普羞辱他 对不对 羞辱马坎 他现在变成川普的好朋友了 他反而是来帮川普天天辩护 然后这一次大家 他说不构成这个弹劾罪 大家就把他1998年 克林顿弹劾案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众议员 哇 讲的这个是愤慷慨激扬 真的很有内容的说 他说我们不是要弹劾 他说这是一个反映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原则讲了一堆 就20年之后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以前以为 就是年纪大了应该不在乎这些 就错了 这些年纪大的这些参中议员 反而为了保护他 我也不知道多少的位置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会被川普威胁到吗 还是川普 我跟你讲手中握有什么 他们 我认为不一定有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只要他们在初选当中 会碰到川普去帮另外的人来打他们 他们就会怕 而且他要多花很多钱 对不对 那光是这个他就麻烦死了 你看我们讲 亚利桑那州 就是选出来的一个参议员 他一直反对川普 2016年也不支持川普 但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他我2018年我做了一任完了以后 我知道川普一定会找人来搞我 不完了 我就不完了 然后他现在讲的话是说 他说如果今天这个案子 这个弹劾案一定会通过 就成立 然后叫参议员投票 他假使是不记名投票 他说那个共和党 有超过35个人会投支持弹劾 所以你看就是 就是要你要放下 他说我也没有损失 他说我还想再做一任参议员 但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他说你就要认清这个 他说你还是要对 那这样他不就也是屈服了吗 某个程度来讲 但他比其他人好 起码他就是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但问题是你这样就是 我所谓的屈服就是说 那你就让劣币驱逐了 你这个良币 对啊 但是他的位置就是说 他的意思说 他位置是战士 他说这个道德是永远的 对啊 你的灵魂瘦 所以起码他不愿意出卖 他的灵魂 去交换他的位置 对对对 但问题是他没有能力fight 这就很可惜 他也讲了很多 但是没有办法 其实说老实话 所以政治还是很现实 你如果是一位共和党的选民 你应该还是知道 因为他对那些其他减税政策 这些共和党一般的 政治他都是支持的啊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川普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 可以你看对于他的共和党的 这些议员们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是 总统权力很大 他很懂得怎么操弄政治 然后造成对你这个从政的议员 很大的压力 然后你就觉得算了算了 算了就不要 像那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 像那个亚历三大 他之前做过田纳西州州长 那也做过部系时代的教育部长 就是其实都还算一个比较蛮 生育还不错的 他做完这一任也不干 那大家就希望说既然你不做了 那你可不可以稍微展现一下风骨吗 就干脆支持一下这个 所以现在还是有几个人 是会大概这个会支持弹劾的 但是不够了 要三分之二太难了 那你这样就会很怀疑美国的民主制度 第一个就是说总统大选的选举的规则 真的要调整 那已经多久以前的老的规定了 已经很不合时宜了 他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总统大选游戏规则 川普不会当选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用选举人团的制度 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党内民主就形同虚设 就是说不存在 你实质上面当川普很赶 然后去运用这些不当的力量 牵制你的时候 你们通通都被牵制 而且你看 我们最近看我最欣赏的就是英国国会的辩论 对啊 那个强生对不对 就在跟对面那样辩论 川普你不能就是搞一个国情之文 一年这样讲一次 你自己讲没有人问问题 然后那个记者问问题的时候 你都是在那个升级底下 你有的一些问题 你不想听到就觉得不要听 然后就重复随便 而且记者他有时候还会说 你这个CNN我不要打骂你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你不敢直接面对国会 对啊 我现在我现在发现了 看了这个Boris Johnson这些对话 他们我觉得那个是真够优秀 支持那个 我觉得我们的蔡总统 川普总统都应该好好就面对 这个国会 对啊 来来来讨论 你看看英国第一个 他们的法院可以宣布说 你社会是违线的 对11比0 对啊 你看人家就这样子告诉你 这个统治者 就直接叫你这个总统 这个总理不能乱搞 所以Boris Johnson他们说 大概还有大概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 对所以第一个人家的司法体系 是真的独立的 是真的有权威的 对不对 对 第二个 你看他们自己的党里头 像梅一干的不好 他自己的党就叫他下来 对 就会想办法叫他下来 对啊 他不会说 因为他现在是当权 所以我们就每个人都屈服 他的权力以下 那你在内阁这里头 这是我觉得最好奇的 就是说你看像当年 柴奇的夫人 也是被他自己党里头赶下来的 对啊 已经都知道你的时间过了 对啊 所以就表示他这个党里头的 这个民主的机制是存在 是存在 不是只是一个死的制度而已 你可以跟反对党不断的辩论 那更不在话下 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他这个民主机制是活的 那你看川普那种水准 能够能够用的那些制 然后今天面对这一些 我讲的就是说 这些共和党 民主党的这些 我们讲说 检察官出身的 律师出身的这些参众议员 然后来咨询你的时候 哇 我觉得一定精彩 也很精彩 对啊 他可能就骂脏话了吧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政大国关中心的 严正生教授 讲到了呢 这个川普总统 现在深陷被弹劾的风暴之中 那你可以看到川普 非常赤裸裸的 而且非常夸张的 滥用他的总统权力 然后去怎么讲 斗他的政敌 那么这在美国的民主政治里头 是完全不允许的 然后呢 他呢 还呢 这个 用各种方式 威胁利用他的同党的议员 让他们不敢呢 这个背格川普 那其实呢 对整个美国 应该是说引以为傲的 民主的制度 都 还有包括 譬如说他之前 刚刚老师提到的 羞辱司法部长等等的 对于这个民主机制的 很多最基本的基石 他都是践踏的 所以我才说啊 他如果下任了以后 你看他有多少秘密 到时候被掀出来的话 那一定是不堪文问啊 他如果要卸任之前 一定要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把所有的录音档啊 什么资料 全部通通都销毁 他一开头啊 你看他 他就有一些做法啊 是引人疑斗的 譬如说他到白宫去工作 他要你签个保密条款 就是说 有点像就是在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那种感觉 那可是问题 他是如果在帮政府做事 有些事情 对啊 你就是要让大家 这是要透明的嘛 对 而且就是最后假使 譬如说 国会要约谈 就要约谈你的人员 他现在就叫他们不要去 公开对抗 那我觉得这些都 那我们刚讲说 他去调查选举对手啊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美国发生过 四次的弹劾案啊 这个第四次还还还没有开完 才刚开始 那之前第一次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啊 那个林肯被刺杀之后 他的副总统继任 也叫强生啊 Andrew Johnson 那他被弹劾了 那最后参议员投票是差一票 没过啊 所以那他是因为处理 这个南方重建的问题 受到弹劾 那第二位被弹劾的 就是尼克森 那尼克森呢 跟川普 水门案 比较类似的就是 你是去调查你对手 竞选对手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是搞水门案 然后最后又撒谎 那川普撒谎 当然就是 CNN每天都要统计 一个礼拜统计一次 就习惯了 以后就变没事了 对对 他就是一个礼拜都要统计 大概哦 这个礼拜三十几次啊 什么地方 那这是川普跟尼克森案比较类似的地方 那跟柯林顿案呢 又有点不一样 柯林顿是私德 柯林顿也是因为撒谎 先是私德问题 对不对 然后他撒谎 他撒谎就说 他跟鲁文斯基 那个他那个女的 叫鲁文斯基 鲁文斯基 他到底有没有性行为吗 他说没有 但后来证明有 他讲没有是正确的 因为定义的问题 不是 他讲没有是用现在式 I do not have relationship with that woman Monica Lewinsky I did before I do not 所以大家英文不好就对了 英文不好就被他骗了 欺负大家英文不好就对了 这也是硬拗就对 他硬拗 但是他用这个文法 对对用文法来躲避 但是他那个还是私德了 不是跟国家什么 或者打击对手 没有叛国啊 或者是在进 所以川普的案子 跟尼克森比较像 尼克森透过水面案件 去调查对手 其实尼克森更笨 为什么 1972年尼克森是稳赢的 他对手是麦高文 麦高文在那一年的选举 最后只赢了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合理 他干嘛这样 只赢了麻州 对啊 这个最民主党州 再加上华盛顿DC 只拿到17张选举人票 对520 尼克森拿520 那他说你尼克森稳赢年论的 你为什么还要去调查 就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尼克森在 他觉得他1960年跟甘乃迪选的时候 他觉得被民主党坐票过 就是他觉得在伊利诺州 他觉得伊利诺州 民主党的这个市 芝加哥市长啊 这些都是当地的这个 等于是有权有势的人 可能有坐掉他 所以他牢记在心 他就是觉得不能再出错 他认为是这样子 用力过头 就用力过头 因为你稳赢的嘛 就是啊 那川普不一样 川普真的是蛮危险 所以他去调查 我还有点同情他 就是说他因为他现在是 不只是输给拜登 也输给这个桑德斯 也输给华伦 大概共和党派前面5个出来的 都赢他 不民主党派前面5个 真的吗 他现在的这个确实是 所以民主党现在很乐观吗 选情 蛮比较乐观 但是川普会打这个泥沼战 就是丢泥巴嘛 现在先丢这个拜登 而且还有是现任的 对 然后丢拜登 然后他还 而且他现在就等于是 他们现在攻守异位 就是说过去民主党有些州 他觉得蛮稳的 譬如说除了我们上次被川普攻下来三个州之外 那川普这一次还想赢什么 还想赢明尼苏达州 明尼苏达州不晓得有多少年都没通过共和党了 他们最惨的时候 就是说1972年之后 就是我刚讲麦高文之后 全部都投民主党 特别他们过去有韩服瑞是明尼苏达州的 后来有孟戴尔是明尼苏达州 但是明尼苏达州就很保守 就是在这个中西部上面都是农业的 所以上周他已经有点接近 他就是想打下来 所以他又想打纽海培尔 这个新英格兰的地方 那可是相反的呢 民主党就觉得我现在在德州有点机会了 德州现在有七个现任的共和党众议员都不选了 三十四个里头有七个 三个四十个 不完了 就是说也累了 然后也觉得有些选区也有点危险 他们就不想选 有些是完全安全的 就是深红的选区他也不选了 就是没什么兴趣 然后包括亚利桑那州 就是南方的州 开始好像对调了 有点松动 所以川普其实现在 我去算帮他算选举人票 他是指挥的 那可是他大概想说 我就用2016年的战略 我只要选举人票赢 小赢一点 哪怕是在这个州 我只要赢了10票20票 也是赢这个 那他就还是有机会 但是我现在看 他这样子深陷这些调查当中 机会其实越来越小 所以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不见得是好消息 就是说因为川普 把这个美国的整个 不仅是说国内的这个政治 变成极化 他把国际社会也搞得很乱 对不对 那无论谁上来都要 又要开始修复 跟盟邦之间的关系 然后你是不是还继续走多边主义 因为川普这次 国表立文 有没有注意在年大的演说 他就强调他说 爱国主义比较重要 然后就回到这个 我们讲的Nation State 有点像是个民主国家 爱国主义 而不是搞这个全球主义 他认为全球化是最糟糕的 如果这是他的看法 讲到爱国主义 讲到这些 那对不起 而且他强调主权 对 那如果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那大陆也跟他谈主权了 那我们台湾就比较要担心了 对不对 是担心这个 不是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陆就说你跟我 那问题是就是说 川普不要连任就好了 就好很多了 不管怎么样 川普不要连任的话 虽然留下烂摊子 但总理他连任好 当然会 我们会认为比较好 可是就是没有 现在因为川普对我们 他的副总统 他的国务卿还蛮挺我们 是啊 那过去我们知道 就是国务院 力挺 比较偏大陆一些 国防部比较挺我们 对对对 可是现在是 当然美国整个的羽情 现在都大概都还蛮挺台湾的 这个倒也真的 可是川普并没有 个人没有 没有正式像 彭斯或者像蓬佩奥 这样子来挺台湾 那所以我认为 他下来对我们有利 但是他下来可能就是 不晓得武器会不会继续卖 我认为还是会继续卖了 没有问题 这就很难讲 对 因为现在老师讲的是 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对于整个美国的政治 或者是说对于整个全世界的秩序 川普就是个乱源 就是一个乱源 所以希望川普下台 但是问题是说 川普政府又罕见的 不要说前所未有 又罕见的支持蔡英文政府 所以说蔡英文现在就是有点 有恃无恐 但是如果 但因为他们比我们晚选 蔡英文会先选 所以蔡英文会先占这个便宜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川普如果换了民主党执政的话 下一任 他如果没有连任的话 会不会现在对台湾的很多 看起来好像对台湾很友好 比如说他们国会通过一大堆法案 国会我觉得那个不会干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其实就是他们行政部门 他通过那些法案行政部门不做也是假的嘛 也是假 但是如果是川普继续执政 这个人常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想法 对对对 就有可能 不是很有可能 但是民主党执政一定按程序走 不会了 对他虽然民主党他们也是某个程度 也是在抵制中国 但是他不会像川普做这么疯狂的行动了 而且他也会考虑的比较 就是他会比较传统政治人物的做法 就是建制派的做法 对对不会这么的这个 出格 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了 我讲的我都用出格 没错他就是很出格啊 所以说可能蔡英文所倚赖的一些对美国的一些好像力挺台湾去对抗中国的这个氛围 就会马上不见了就会会改变 我觉得会改变就是会当然这个美国跟中国关系不好啊 大概会持续啊 对那可是呢 就是说台湾会不会被这么明显拿来用来当做一个棋子 我觉得这倒不一定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嘛 嗯就是说呃 蔡英文现在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是因为川普的关系 嗯那川普很可能快下台了 或者是说他顶多在做四年他也一定要下台 那下台如果他被弹劾就更早 不我们台湾可能还很高兴 因为是彭斯 彭斯比较更挺台湾嘛 对不对 好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任期有限嘛 你还是会回到一个就是说美国长期的轨道上面来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因为这个错误的 我觉得是不当的政策啦 然后你觉得有美国撑腰所以就无所谓 可是我们断交的这些国家是不会回复的 我的意思是说这几年我们所损失的这些东西是不会回复的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蛮残酷的现实 就是说美国终于觉醒了 在去年我们跟萨尔瓦多断交之后 对不对 就开始愿意说跟警告我们其他的邦交国说不能断 断了你们会有严重的后果 美国也不会援助你了 然后就发现大陆对他亲门踏户 在加勒比海在这个中美洲 然后甚至南太 他都提出警告了 就提出警告 居然这两个那么小的岛国 对啊 所罗门 不鸟就不鸟 不鸟就是不鸟 而且吉里巴斯更小 才11万人 是啊 他说转就转 对啊 那所以表示你今天彭氏讲话 说你们断了 我就跟你在联合国大会不见面 不见面就不见面 就不见面 真的 真的是 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还比较担心的部分 就是原来美国跟澳洲死了那么多的利益 居然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死利益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你没用 还有幻想 还有幻想 对不对 结果死了利益以后没有 那现在海地又开始乱了 对啊 我觉得我们就很担心了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请教这个老师的 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我们所有的友邦都发言完毕了 有四个人对台湾资质未提 休息一下吧 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因为呢 中国大陆刚刚度过十一 就是他们的国庆日 那么这个十一呢 是一个盛大的十一 因为是他们建国七十周年 是一九四九年嘛 到二零一九年 是七十周年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呢 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的铺陈啊 然后各种的庆典啊 反正就是盛大庆祝啦 那展现国威啊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好 那其中呢 就是有一项呢 就是对台湾的外交战 那之前呢 他们的外交部甚至于还扬言 就是说呢 在吉里巴斯之后 因为索罗门跟吉里巴斯很快嘛 两个国家就跟台湾断交了 就说 搞不好在十一之前还会有 结果还好没有 其实是没有 他们会不会有点carry away啦 有点爽过头了 中国大陆 好 那所以呢 刚好又是联合国大会再召开嘛 好 那我们现在只剩十五个友邦 那么呢 这个十五个友邦呢 都已经发言完毕了 里面呢 有四个友邦呢 我们的邦交国对台湾知自畏体 因为以前他们都在联合国大会 发言的时候 就帮台湾讲话嘛 那现在呢 有四个友邦 那四个呢 宏都拉斯 巴拉圭 宁加拉瓜 跟范蒂冈 那因为范蒂冈呢 他是宗教国家 所以说他呢 一向不提这种政治性的 所以他是从以前就不会提台湾了 所以这比较没有什么奇怪 好 那巴拉圭呢 是七年来 首次在发言 而且总统跟我们蔡总统还好的很 对 结果呢 现在这一次他没有提了 所以是巴拉圭呢 就是比较比较奇怪的 对 好 那宏都拉斯也一样 那宁加拉瓜是已经连续两年 没有帮台湾发生 那中间有个差别 就是说巴拉圭呢 跟宏都拉斯 还有去韩呢 有书面 书面里面有讲到台湾 好 那宁加拉瓜是连书面都没有了 今年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老师 这三个国家都是那个中南美洲呢 而且呢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国安会啊 台湾的国安会就分析说 年底之前啊 不是十一啦 现在是年底之前 可能还会有一两个邦交国会跟我们断交 对 我们如果看啊 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联合国 这些友邦帮我们发言 那也是我们很多帮他们写 就是什么东西 照稿念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就会在他们大概 每个人大概发言 十到二十分钟之间 就把这个这个偷渡台湾的问题 就偷渡进去嘛 那这个我觉得 而且都蛮自然的哦 你看如果你去看他们每个人的发言 那大部分大概谈就是说 比如说都是用那个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 然后说特别联合国还讲到一个 就是就是讲说 像比如他们的全民健康的问题啊 就是希望大家都有健康保险 能够得到医疗照顾了 都是叫leave no one behind 所以我们台湾呢 就用这个来钻打这一个 就是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人 那同样在国际组织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国家 台湾那大部分国家也都会讲一下台湾 帮助他们的经验啊等等啊 就是希望能够让台湾 这个参与中华民国 联合国或者专门的机构啊 就是我们讲specialized agency 那也有些国这个发言人会提到中华民国啊 有些就就是report for China on Taiwan 但是也有就是直接有提到的啊 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看过去啊 我记得从1990年代开始 我们就在推这个议题嘛 就是希望别的国家看能不能提案 现在大概提案也知道不行 就是你发言来 那每一次我记得我们当时外交部啊 都要去说哇 今年比去年多了几个帮我们讲话 那现在大概不敢用这个了啊 还有有一阵子啊 就是说帮交国讲话的减少了 但是外交部我觉得也蛮有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想象力的啊 创造力 他就说 他说可是我们衡量了一下 一共有多少分钟 他们谈到台湾 哦长度 长度比较多了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第三个 就是说 他虽然没有讲明台湾 但他讲到联合国普遍性原则 间接帮我们讲话 暗指了台湾 暗指台湾 我觉得我们自己去联想就对 自己去联想想 但是搞了那么久 其实也很清楚 大概就是 就是进不去 但是呢 我觉得也不能说不讲 不讲的话 就是大陆觉得你一点 都没有啦 存在感都没有 存在感都没有 还是去讲嘛 讲的就是 你要让这些大国啊 我觉得最勇敢的应该是这样讲 说啊 美国也不希望我们断交 希望我们维持 但请问为什么美国还不跟台湾恢复邦交 对 我觉得你要是能够讲出这个啊 那我觉得这才有利嘛 现在都是都是好像说哎 我们也得到台湾很大的帮助 然后啊 这个台湾被排除 我就说当那个美国的对这个索罗斯跟吉里巴斯这样子说三道四的 索罗门 对索罗门 索罗门 索罗斯 对索罗门跟吉里巴斯这样说三道四的时候呢 他们就应该回美国一句啊 啊那你们去跟台湾建交啊 对嘛 对不对啊就不回他这句不就好了 哦现在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慢慢有点点出来 就是你美国这是搞什么东西 你美国教训这些小国 就是啊 然后那你自己为什么你最有能力的 对啊 你为什么不跟台湾建交 他就没有在帮台湾嘛 这真的是把台湾当棋子嘛 所以这个才是 但是我们 他应该去推动双重承认才对 呃 他是能够推动啊 我我我们这样讲 好不好 从1964年法国就想啊 对啊 戴高乐的时代就想过 然后甚至到曼德拉 南非总统也想过 还有一堆小国还不自量力的小国也想过 都没有成功 对啊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因为一直看过说 哎当初很多国家可以同时承认东西的 很多国家同时承认南北韩 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不太行啊 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这个比例上面啊 国力上面是有些差距 但是如果你美国今天敢敢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 那不仅是在这些啊 我们讲说联合国发言这个友邦发言 那美国你可不可以在更明显的在这个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啊 或者说在国际民航组织 真正就是你来你来提案 就是啊 而不是说只是讲两句话好听 就是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台湾面临到啊 就是我们看到川普在强调主权 嗯 那中国大陆说谢谢你强调主权 那我也是强调主权 对啊 那我们台湾也在强调主权 结果我们台湾的主权不断流失 我们自己没感觉到 因为我们觉得说现在是捍卫主权 所以不跟对岸谈判 捍卫的鬼啊 结果没有结果是你帮江国越来越少的时候啊 对你的主权是反而是越来越少 对啊 最后没有的时候 你连过境美国都过不了了 对啊 那总统啦 不是台湾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啊 上次你这样讲 就马上有人问我说 我今天听到你跟严老师的节目 你的意思是说以后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说不是啦 官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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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几个大头啦 几个大头 总统副总统 行政院长 国防部长 对啊 外交部长不能去法华府 那这些都会发生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任何的友邦来升国旗 那你拿来的主权象征 就是啊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 是我们的选民很相信政治人物 灌输给他们的这种美丽的谎言 跟他们讲说有捍卫 都不会去看事实上 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接受 再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不是很不爽或者抗议 有些旅馆 有些航空公司 把台湾放成中国一省 对 美国的大学也把我们放成一省 就是啊 我有学生 收到美国的入学许可好开心啊 上面寄来名字 到最后底下写台湾 Province of China 那你觉得要不要去这个学校 作何感想 不是 你要不要去这个学校 是啊 给他你 还给你奖学金哦 就是啊 那你还要不要去 你觉得说羞辱 这对我们不是 我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美国我们是不是 每一个学校全部去 而且还有长春的学校 对啊 那你要不要去 我就说美国国务院 都把我们国旗下架 这算什么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大概你越靠美国 然后你自己认为你有主权 结果反而是主权越来越少 是啊 我觉得包括现在邦交国的减少 对啊 就是如果你看到像吉里巴斯 这种小国 都不聊美国的话 嗯 那真的是大概很多的国家会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把两岸关系搞好 才是正道啦 谢谢老师 谢谢燕正森老师